Hello,大家好,我是喜欢夏天的三三,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那今天视频呢,我想要给大家归纳总结一下 爱马仕热门包款的上升效果 包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凯莉25,凯莉28, Birkin 25, Birkin 30, Mini Kelly, Mini Constance,还有 Pickleton,还有 Mini Lindy 争取在干货满满的同时给大家大饱眼福 因为我本身没有凯莉25,所以呢我就到了北美这边很大的一个consignment store 或者是奢侈的二色店,然后The RealReal去试了一下这个红色的凯莉25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外缝,然后它是配的金扣 我本身身高是1米67左右,所以这个包包其实在我身上我觉得斜胯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短 但是平时的话,如果你是想要手拎或者是说单肩杯的话 我觉得这个长度是正正好的 对于凯莉25呢,我自己的直观感受是它比我想象中的要小一些 因为在很多的图片上面,我们看到尤其是外缝的凯莉25 看着比较硬挺,然后也比较有structure 但实际上看到的话,我觉得它是既可以正视也可以休闲的一个包款 正好探店的当天呢,我是带了我自己的Birking25 所以给大家可以一个side by side的一个对比 Birking25因为它是内缝,然后并且它是那个长口的设计 不像凯莉25是一个梯形上窄下宽的设计 所以可能视觉看起来的话,Birking会更加宽一些 当然从实用角度上来看的话,拿起东西也会更加方便一些 但是架不住凯莉25真的非常美啊,并且非常的优雅 关于颜色的选择,我知道可能在二手市场上比较亮色的包包 反而是属于价格,属于一个比较低迷的状态 但我本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爱马仕的各个颜色的 我是非常喜欢很colorful的包包 尤其是对各种颜色深浅的处理也非常考验品牌 还有工匠的功力 熟悉我的朋友就知道,我自己也有一个红色的Birking25 那个包包我真的是爱不释手 并且每次拎它的时候就觉得心情有被点亮的感觉 那个包包如果你要看我的2021年爱马仕包包盘点视频的话就知道 它竟然击败了奶昔白的Birking25成了我的年度最爱 当然了爱马仕的三大金刚色包括白色之所以那么火那么受欢迎 肯定也是有原因的 毕竟它非常的百搭也非常的经典 但是我觉得大家不妨可以看一下其他彩色的包包 因为毕竟现在买爱马仕的妹妹们都越来越年轻了 所以我觉得彩色的包包也许能够给你整体的穿搭增加更多的活力 然后看起来可能也会更加年轻一些 OK给大家看了那么久的Kelly25 是时候涨汗到下一个包包了 那下一个上升的包包呢 同样是我包柜里面目前没有的mini lindy mini lindy刚出来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火 二摄的价格一度炒到了一万美金以上 我记得它专柜爆出来可能加完税也就才6000左右 但目前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包包出了一段时间了 所以它的热度也会比较冷静一些 很不巧的是我这一次摊店的时候 他们店里面只有一个黑色的mini lindy 当然啦对于我来说我是秉承着小包一定要亮色的原则 所以并没有特别的种草 但mini lindy这个包型本身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它非常的休闲也非常的随意 并且容量真的是非常可观 拿东西的话也很方便 那我的好朋友呢最近也被销售offer了一个蓝色的mini lindy 相比之下有没有觉得比黑色的好看太多了 这个蓝色我觉得上升了以后也是非常的百搭 尤其是配牛仔裤的话我觉得简直是完美 我发现就是现在mini lindy的新款 肩带可能比起旧款的话更缩短了一些 所以如果你是小个子的女生的话 我觉得可以避言入哦 作为在马坑里面买买买的一员 我觉得有朋友跟你一起买买买 真的是特别开心特别幸福的事情 by the way我朋友也有小红书账号 所以大家记得要去关注它 说到我朋友的包包呢 那上一个我去他家一起开箱的包包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就是Kelly的28了 这个颜色也是超级的鲜 它是牛油果绿的Kelly28配的金扣 相比于我在胎店的时候上升的红色的Kelly25呢 大家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出来 这支Kelly28呢它是一个内缝 并且它用的是Evil Color皮 所以整体来说是给一个非常佣奶 然后非常随性的感觉 Kelly25如果用的是Epsom皮的话 整个包款就会更加的硬挺 更加有形一些 我知道很多宝宝都很喜欢Epsom皮 因为觉得它比较耐造一些 但是我个人呢会更欣赏 比如说像Evil Color皮啊 或者是山羊皮 因为如果你看到这个皮质纹理本身的话 你可以看得出来它非常非常的细腻 然后并且在光线下可以呈现出一定的光泽感 我觉得这个是按压纹的Epsom皮所没有的一个特质 所以可能就像大家说了 爱马仕收集包包收集到后来 不仅仅是极其各种彩虹色各种颜色 也是在极其皮质的一个过程 大家可以看到Evil Color皮或者EC皮 它的纹理然后包括颗粒也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的 当然了如果你会担心包包塌陷的话 也可以像我朋友一样在里面放一个内胆包 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帮助包包固定它的形状 跟Kelly 25一样 Kelly 28也是有配肩带可以帮助你解放双手的 那除了我们平时的手拎 然后或者是单肩背 你也可以选择斜胯 但是因为它的手柄呢比较大也比较高一些 所以如果你斜胯的话 可能会稍稍卡到你的腰的部分 然后有一点不太舒服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想要 比如说狂奔去追一个什么东西的话 你斜胯也是可以的 我知道现在小包当道尤其是25的size 就是非常受追捧 然后有的人可能会担心28会不会有一点大 我想说的是真的不大 尤其是见过我朋友的Kelly 28的食物之后 我发现特别是那封的Kelly 28 如果你真的跟Kelly 25对比的话 你发现它其实并没有大很多 可能比较明显的区别是在于手柄那个位置 手柄可能会更加高更加宽一些 但除此之外包身本身的话 如果你上身的效果 你不会觉得这个包包会大的很突兀 反而我觉得Kelly 28它的容量 比起Kelly 25会更加友好一些 如果是内缝的设计的话 那它包包开合 包括你从里面拿东西的话 也会相较于外缝的Kelly 25更加的方便一些 OK 讲了那么久的Kelly包包 我们来转换一下赛道 看一看我们的Burkin 25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百分百的Burkin girl 我真的非常的喜欢波金包包 尤其是25的size 就像我刚才说的 其中我最喜欢的呢 就是这一只红色的Burkin 25啦 当然啦 除了同色系的搭配 就比如说我现在视频里面的 配一个红色的cardigan之外呢 其实红色和其他的颜色搭配 也都会挺好看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红色 is the new neutral 对我而言呢 它也算是一个中心色的包包啦 毕竟搭配什么都不违和 当然啦 我之前探电视频 也给大家拍了一下 在review我试的其他的几款 Burkin 25的包包 其中就有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 金棕色配金扣的Burkin 25 另外一个是Magnolia 我觉得应该是白玉蓝粉 两个颜色都特别好看 当然啦 我那天的outfit 我觉得可能会更加搭配 这个金棕色的薄金包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Burkin 25在配冬天 比较厚重的衣服的时候 会显得更加的小 所以在收集了三支Burkin 25之后 我也在犹豫要不要入一个Burkin 30 没想到很快我的愿望就实现了 在墨西哥旅游的时候 竟然被天使销售offer了一个黑银的Burkin 30 我当时也是完全没有意料到 所以拿到包包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激动 我在店里开箱的时候 第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 哇 三菱真的比25大好多呀 尤其是在手柄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旁边放着我自己背到店里面的Burkin 25 Burkin 30的话 手柄就真的是感觉有Burkin 25的两倍那么高 所以如果你有被Burkin 25的手柄太窄而困扰到的话 我觉得可能Burkin 30是一个更适合你的选择 我也给大家看一下25和30的上升对比 如果在这两个尺寸之间纠结 想要了解更详细的对比的宝宝们呢 可以到我的频道去看我之前的视频 我的小红书上面也有发一些对比视频 大家可以很直观的看得到 三菱真的是比25大了一圈不止 我个人的感受呢是三菱更像是一个通勤的公文包 包括你的很多文件啊或者是笔记本 小一些的笔记本电脑都是可以放到Burkin 30的 25的话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平时出去玩 或者是去喝下午茶逛街的时候拎的一个小包包 那当然了都是看大家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喜好 来决定到底是入25和30 那讲完BKC里的Burkin和Kelly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康康 那今天我给大家看的上升呢都是康康19的上升 有的人说是18有的人说19 我这里讲的是mini Constance 就是比较小一号的康康 那我现在给大家看的呢就是 我朋友在夏威夷拿到的紧盔子的康康配的玫瑰金扣 这个颜色我们当时在店里开箱的时候都被美呆了 因为它是非常非常仙女的颜色 包括我朋友配的这一身的裙子 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衬它很漂亮的颜色 如果感兴趣的宝宝呢可以回去分看我们的夏威夷开箱视频 当然了康康它最主要的是有两种背法 一种呢就是double strap 所以就相当于把那个肩带缩短 然后变成双肩带的形式 侧背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elegant 非常优雅的背法 如果把肩带放长变成了一个单肩带的话 那也就是有更多的可能性了 你可以把它鞋背 然后或者是单肩背都是可以的 给大家看这两个康康它们都是Epsom皮 一个是金棕配银扣 另外一个是锦盔子配玫瑰金扣 我觉得两个颜色都各有特色吧 我都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那锦盔子呢配的是同色系的线 而金棕色的康康配的是白线 目前为止呢只有金棕还有大象灰的包包 它配的是白色的走线 除非呢你是special order 就是你自己私人定制的包包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可能 为什么金棕那么火的原因之一吧 总的来说呢我非常推荐康康这款包型 因为它可言可甜可休闲可正式 即使在有了Burkin和Kelly之后呢 我觉得它也是我会经常 时不时想要拎的包款 所以非常推荐给大家 OK那聊完了爱马仕的BKC 怎么能忘记我们人见人爱的菜篮子呢 虽然说它的价格非常的清明 属于爱马仕的入门包款 但是菜篮子真的是很多人都想要收集所有颜色 召唤神龙的包款呢 因为它本身真的非常的实用 像Burkin一样它是一个敞口的设计 所以呢平时你有什么东西都可以随随便便往里面扔 并且人民币2万出头的价格呢 我觉得也是很多小资女孩都可以负担得起的 我当时在店里面开箱的这支呢是大象灰配银扣的 我觉得这支菜篮子是非常非常百搭的一个颜色 配上银扣呢也显得它更加的清新和休闲 菜篮子本身是没有任何的锁链或者是包扣的 那它是靠它的这个小锁重力作用 然后搭拉下来 然后所以相当于起到一个关闭包包敞口的一个作用 所以呢就是如果你居住的地方不太安全 可能会需要小心一些小心扒手 毕竟这个开口的设计 除了方便自己也方便了别人嘛 那最后压轴出厂的呢就是我最新拿到的包包 mini kelly了 我等这个包包真的等了超级超级久 但拿到了以后呢也觉得非常的值得 这个包包其实我之前有做过开箱的视频 以及一个非常详细的mini包包的对比视频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到我的频道里面去看一看 mini kelly呢其实它的肩带是相对比较短一些的 所以最常见的背法呢就是单肩背 当然啦你也可以试图去斜胯背 我觉得如果在夏天衣服穿的比较单薄的话 斜胯背是没有问题的 尤其最近比较流行那个crop top就是比较短的上衣 我觉得搭配着这个mini kelly斜胯背也是毫无违和感的 我把那个包包扣上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mini非常的可爱 包包是可以放下绝大部分的手机的 当然啦如果你是最大号的iPhone的话 是没有办法放进去的 但是我觉得架不住它可爱啊 就是这个包包它就算什么都装不了 只能装可爱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少女士趋之若鹜的 目前它也是容身到了我目前最爱的包款之一了 OK那这就是今天爱马仕热门包包上身视频的所有内容啦 希望大家看的还过瘾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给我一个大大的赞 并且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不定时的更新包包开箱 手表开箱或者一些包包的测评视频 那我们就下支视频再见吧 拜拜